因為始終我做完一個齊甲存用服務 我用我的錶去和你量度 到最後你會發覺其實不是 好像都沒有分別 我進去那家屋做完和做後 好像分別不大 大家看到這個就是一個叫做空氣測量檢測儀 到處都買到的 鴨寮街淘寶都看到的 很便宜的 裡面其實有幾個數字大家看到 首先有溫度和濕度 另外就有說說TVOC 和甲存 等下我們都可以做一些測試給大家看看 當TVOC值升的時候 甲存會不會升 原因是很多時候我們在說甲存 為何要找一些另外的儀器去測試 是因為不想受到VOC影響 所以稍後我們就可以讓大家看看 看看究竟分別在哪裡 大家看到現在手上有橙 大家經常都會吃 不特別去解釋這件事 不過大家現在就可以留意涼度器 因為當我撕鏟的時候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看看有甚麼轉變 現在就看到了 其實VOC就升到已經爆錶了 那麼甲存同樣地也會升得越來越高 其實橙裡面有沒有甲存呢 大家不妨自己細心想想 剛才我們做了一個很簡單的測試 沒錯 橙這麼天然的東西 原來都會影響到一個建築的改變 大家不用擔心 橙是絕對沒問題的 大家可以吃橙的 不過原因是因為其實橙 我們剛才所說的 VOC是有好和有不好 而正正是當你撕鏟的時候 其實它有揮發性出現的時候 那個揮發性就影響了錶的儀器 為什麼我們說真的獨立的化驗所 會處理到甲存的最準確的指標呢 就是因為正正當它的VOC在升的時候 其實那個錶的概念就是以為VOC在升 即是甲存都會升 連帶就會令到甲存數字都向上升 最後就是爆了錶了 所以其實是不是真的那麼危險呢 橙其實就不是的 所以我們經常說 自己的健康著想 最好找回一些專業人士去做一些策略 你才可以最安心 要不然其實你就很害怕了 你在鴨寮街也可以 淘寶也可以 買了這個錶回來就發現原來回到家裡都超了錶 那你住得又住得不安心 但其實你就會嚇到自己 自己也可以去做一些測試 可以找一些香水 酒精消毒都可以的 但是同樣的結果都是會 VOC超了錶之後 連帶影響了甲存數字 我想這些就是一些沒有那麼精準的錶 所以基本上可能構造比較簡單 可能有味道它都會錶升 會錶升的 所以我們建議真的 如果是IAQ Center的指標的化驗所 其實它們真的專門有部機 只是量度甲存 不會量到VOC其他東西 它就是主要針對那個 element 所以大家去清洗甲存的時候 除了帶鏟去的時候 還要留意一下別人用什麼錶 去幫你去測量你清洗完甲存 究竟是怎樣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旁邊的小鈴鐺 一有新片大家不會放過 好 按下我們的Facebook Instagram 我們一有新片就會向大家發放 看見我們看看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見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